也是和您家小孩子有关的 这是立法院在昨天三读通过了 儿童和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 在保姆的这边 这个修正案就明定 所有的居家保姆 未来都要采取所谓的登记制 您要特别听好了 而且设有所谓的三选一的资格限制 具有合格保姆证照 或是相关科系毕业 或是修毕 或是保姆专业训练课程 126个小时 领有结业证书 才能够职业 否则都是违法 相关的规范三年之后 正式会上路 围着最高可处三万元的拔环